让我日思夜想的新成员终于在今天到了 据说这次的新成员只有一个拇指的大小 赶紧打开看看是不是真的 好激动好激动 赶紧打开看看还活不活着 看到这里你们猜出新成员是什么小动物了吗 别看他长得小 但是他其实是个月异的小能手 先给他安顿在小河里 我们去给他布置一下他的住处 别看他小小的一个 但是需要的应用量还是很大的 我感觉水壶里的这些水 他两个月都喝不完 市面上没有睡暑专用粮 我自行的商家小姐姐 她说只需要猫粮和暑粮混合在一起就可以 又到了我最喜欢的纸棉环节 我要一碰他就容易给我手指头咬唇 我们下个月 然后就给我手指头咬唇 但是我们下轮正了 看不到最后我们下轮正的 partic纸 我们下轮后也 BRT 我们下轮了一个con者 给你帮忙 我看不到最终的 感谢观看